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裏有對白 《愛因斯坦他有奶便士良》 這個呢 就在那個電視劇那裏出現 但是中間的人物都挺嚴重的 就是當時清華大學 洪衛兵批鬥物理學的教授 當然大家說這個戲劇不是的 在現實上就發生過的了 但是我們今天說一件事 就是當時中國為什麼會發生 批鬥這個《愛因斯坦》 這一節容許我講了一點 因為對這件事我有比較深入的研究 因為事源其實就不只是在中國 首先第一樣的發現就是 Mark 當時他講了一件事就是 其實所有的科學其實要在我們的觀感上 要有一個量度 就不要說這些無謂的東西 無謂的東西就是絕對時間 絕對空間的東西 因為牛津有說話 Mark 就不是 但是Mark 這個人就很厲害的 因為現在我們量度的速度 多少倍的音速呢 是以他作為一個命名的 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當時他講了這兩件事之後 列寧 列寧那時候還沒有掌權 也都在進行這個共產主義的地下鬥爭 就是 哇 被人抓了 但是他聽到這件事 他去了讀書館那裡 寫了一篇的很長的文章 小冊子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總之不知道是什麼對這個經驗主義的批判 這個是共產主義對這個科學的哲學 第一篇 用哲學的高度 去批判當代的科學家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傳統 就是凡是你覺得你自己很有料到 你是哲學家 你是馬克思主義學家 你就要對這些科學家 做這個哲學思想上的批判 起了源頭之下 史丹仁這樣做 在中國 毛主席當然是跟回風了 於是對當時這個 對於不符合這個唯物辨證法的科學的發展 進行批判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在這個環節上面其實是問了一些東西的 在這個 安斯坦克有奶舌量 這個就是講他做完子彈那裡 其實不是他做的 只不過說 他講了有這個危險而已 他沒有辦法做的嘛 那麼那麼操作就入他數了 第二件事跟著 這個紅衛兵這個女孩子就問這個人 你是不是承認有這個雨傘大爆炸 這個人就回答 根據我們現在有的資料 我們有這種理論在這裡 如果有雨傘大爆炸 這個女紅衛兵的話 如果有雨傘大爆炸 時間是不是有起源 這個叫做如果根據這個理論就是時間有起 就是在雨傘大爆炸之前是沒有時間的 跟著他就問了 那你就是說這個雨傘是神作創出來的 那麼這個科學家就是 我們只能夠根據一個科學的 就是一個邏輯的推算去看這個問題 我們不可以說是有 也不可以說 那你就是有神論了 現在就馬上打到他 在外面打他 跟著他在這個台上就死了 好了 那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身處在這個 你是當時這位物理學家 你怎麼會回應剛才那幾種問題呢? 沒什麼好回應的了 我這些體育多病 還沒出到這個場合已經被人糟糕死了 不知道啊 他跟著 他拯了他老婆出來 你就是犯了這個資產階級的毒素 是他老婆出來拯他的 是 那當然這樣 作為物理學家應該怎麼去適應這個時代呢? 我自己這樣啦 我小時候 就是我自己還沒成為一個物理學家之前 我自己很小已經看文革的故事了 就是那些親人之間 朋友之間互相不信任 互相去批鬥的那些東西 另外當然科學 就是對於科學那些批判也都 就是隨著我自己一路讀的那些科學時候 也都真是一路見不少這些這樣的例子 很簡單的在那個年代沒有道理好說的了 就是你基本上擺得上去 你都不要想著自己憑自己一張嘴 就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沒事走出來 所以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都知道逃脫不了的話 當時也都非常多人去選擇一條路 就是自殺的 包括我會覺得在這個電視劇裡面 現在就算是三體 說他當場在一個台上打死了這個物理學家 這個是其中一個戲劇的效果 其實更加多在當時 如果你數回一個很重要的年份 1968年或者1969年 或者其實你數吧 1967、1869這三年 是死了非常之多 在民國時期曾經出國留學 帶著西方最尖端科學的人 回來想著建設祖國的那些人 就死在那幾年 而且絕大部分他不是說病死的 都是自殺死的 就是他捱得過這個批鬥會 或者根本上都沒有想到 知道自己要被人拿去上這個會之前 他就已經自我了斷了 就非常之多這樣的情況出現 不只是限定物理學的了 就是你去到地質學啊 數學啊 生物學啊 每一門的學問都有 只要你曾經有過外國的經驗 就被視為間諜 這樣吧 但是有些有例外 錢學森就行了 錢學森不知道是什麼 我想問一個問題是什麼 那你可以跟著去喊的嘛 你那時候是個混蛋 不加餐 你可以跟著去喊的嘛 是 那你當然有這樣的空間 但是其實說真的 你肯定去這樣做 投降和妥協 最後是不是因為你肯妥協 就有條生路呢 這個你是很大的問號 其實你真的懂得去這些生存 這些時代上 你都會計自己什麼成份 你說錢學森這些例子 錢學森為什麼可以沒事啊 錢學森它有個價值在這裡 是不是 錢學森它的價值高到的地步就是 不斷移動一兩下就算了 寫一兩篇就算了 不用真的拿出去這些場合那裡 就是要記住就是錢學森 還有不止的有好幾位 就算你說做那些 現在我們今天叫做兩彈一星緣分 都是受過多少的衝擊的了 但是它就叫做 所謂在周總理的保護名單之下的時候 受的衝擊會少一些的意思 因為它是有過一個track record 也都甚至乎就是 共產黨那時候為了爭取錢學森 回來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是拿多少朝鮮戰俘來換錢學森回來 是不是 如果你說說錢學森回來的故事 基本上又可以講一節這個科學回憶錄的這裡 就是如果你自己的價值在哪裡都不清楚的時候 當然我就很清楚了 我這個人沒什麼價值而已 你投降與妥協都是死的而已 對於他們最大的娛樂價值就是被他殺死而已 不是 那你死也有不同的科學回憶錄的 喂 大佬 這個給他搞法真是 是啊 所以很多人是選擇了自殺的了 是啊 其中這裡有提一個人物 我們沒什麼怎麼提 就是我們提過很久之前 科豪一路提過幾位的 比如畜生筆 是不是 另外有一個就是葉企孫 這些就叫做所謂沒有死 但是已經是整個研究就落後了 已經是沒有了研究能力 然後甚至神志上也都已經是精神上不完整 OK 不堪受辱的張忠瑞這些人 就直接在1968年已經死了 只能夠說在這些這樣的 有一個觀點我會認同這個科幻小說的 你在文革這種族群裡面 能夠產生文革這種族群裡面 你是不會看到任何對人類的希望的 他就是為什麼最後鋪戰到 就是說那個主角對於這個人類是沒有希望的呢? 你看到這些這樣的民族 連文革都搞得出 甚至乎如果你告訴我 他打算再搞一次文革 我就覺得這個人類絕對應該滅亡的 如果世界上有人類 這些人類是會搞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世界上理想人類的數目就是零了 我就會說 我這裡也要這麼說了 世界上現在真是最認真去做到去保護地球的 那些人是歐洲人 你只是看回那個數字 不是美國不是什麼 你看到最認真的是歐洲人 所以你問我世界上有哪些人可以真是比較之下 會比較值得留下來在那裡 去繼續活在地球上 我就會反而覺得歐洲的那些人 其他地方那些人有多少個真是認真去面對 這個全球暖化的氣候問題 這裏我又講遠了另一個故事 其實不是說這樣的 當時寫過都有些一系列的小冊子 我自己有買過來看的 不過科學的辯證水平它有多少呢 因為這個又介乎在科學和科學理論 科學哲學裡面 那時候不叫科學哲學 那叫自然辯證法 我們以前在政治理論基礎裡面 有一集我和你講過這件事情 就是講Mark的那一集 Mark的那一集 Nectual Dialectics 好啦 如果你有看過當時的文章 就是批判這個馬尼斯坦的相對論 那個學術水平去到哪裡呢? 垃圾級別 就是我會這麼說 在文革裡面那時候 對於這些用自然辯證的方法來討論 這個尖端物理學 最大的問題是哪裡呢? 是所有東西沒有經過實驗的驗證 他會認為自己的邏輯驗證就已經是代表一切 頓時間將整個這個物理科學的討論 就拉回去加利略時代和那個中世紀時代 甚至乎是去到那個牛敦之前的那個自然哲學時代 就是你還在說用這個幾百年前的方法 來限制來去審視現在當代的物理學 最大的問題就是 很多當代物理學的實驗結果 不是由你自己 不是由你的認知裡面可以見識過的 你只是說量子力學這些東西已經是 甚至乎相對論這些這樣的東西也是 我們今時今日 就是你剛才說過紅衛兵的例子 一見到時間有開頭馬上就聯想到就認定 就是說是有神論的 現在今時今日不用這麼說的 今天 Steven Hawking他都可以完全避開這些這樣的問題的 所有唯一的標準就是我說實驗 我不會說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 實踐我都覺得是一個很用人的眼界的經驗來去檢驗 這些都還是停留在阿里士多德的層次 真真正正的檢驗真理的標準 在科學裡面你要用的就是實驗 不是實踐 實踐還是很以人的主觀價值來去評定的 而這些實驗在當時的中國的實驗儀器都非常缺乏 很多你不透過跟外國來去做溝通 你很難知道別人當代的實驗結果 我記得在我們先前的科學遺憶都說了一年前的時候 去討論當時的那個層子理論 即是說畜生北的人說層子理論的時候 他們可以透過什麼來保存一下這個理論的討論呢? 就是要靠毛澤東說的那一句 原子還是可以再分割的? 接著就是最高指示 根據毛主席的哲學說的 其實就是我們應該要繼續去挑戰這個原子 不可以認為原子就是最基本的合成 就可以繼續去分割下去 於是才有一個空間去繼續在這個理論層面上去做一些推進下去 但是因為跟外面的聯繫斷了 就是文革開頭的時候還勉強可以叫做 看到一兩本外面的期刊 後來沒有了 甚至乎就是有一些的期刊也都可以跟外國保持一定的學術的通訊 但是最後也都會沒有了 於是就是外面發生一些最新的實驗結果 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就沒有一個實驗的標準來去檢驗你的理論 所以就是你繼續去停留在 用一個叫做自然哲學的方法純粹停留在一個思想世界那裡去檢驗呢 是發現不到新的科學的 這個也都很直接解釋到 為什麼那個文革時期 令到那個物理學是嚴重落後的原因 也都是呼應就是在一年前那個科學回憶那裡提到 我老師加州理工畢業 他自己在加州理工讀書的時候 適逢有一次就是當時北大的周培員 周培員就是加州理工的舊生來的 就應邀在80年代就回到加州理工那裡 去給一個講一個講座 但是當時一講 連當時還沒有拿到博士的那些博士研究生都說 這些是錯的了 一早我們做過了講的不對的了 不過大家心裡就叫做給面 就是給面講者就不出聲的意思 那這裡你很容易就已經看到那個落後的差距 就是在這十幾年就是那個差距去了哪裡 周培員是話說是愛因斯坦的學生來的 幫我知道 我上去的課也不是有什麼特別的 好了 最後一個問題 當時嚴厲批評相對論 為什麼不批鬥這個兩子力學呢? 你不擔保他沒有的 我還沒看完他的文件 基本上我覺得是無恐不入的 相對論就這麼巧走入我們的眼簾 因為這個連續劇而已 不是 他有整個運動 你發給我看吧 有整個是陳百達主持的 你知不知道直球去到一個地步 巨勢無謂的地步是怎麼樣的? 連你的座標系統 為什麼我們的座標系統是 Y軸向上 X軸向右的 向右就是正的 他們都要搞了 為什麼向右就是正的? 就是向右轉是正確的意思嗎? 全部要向左 全部X軸正的方向要向左 這個真的發生過的 就是這樣發生 當你去到鬥到這樣的時候 批到這樣的時候 你猜梁子力學可以幸免嗎? 當然是不會幸免 我看就沒有了 他常常針對 可能當時對他來說太深 不知道他講什麼 沒有他找到位子就進去了 是啊 是啊 但是我也都佩服當其事人的 什麼事相對論都搞不清楚 就是廣義相對論這樣 都不清楚就可以批鬥他 你要佩服這幫人那種的 就是沒有自我用起這種的勢力 是啊 但是很不幸 這些這樣的思維 這些這樣的體制就沒有完全被清算反省 就是我們應該就在有生思年都會 繼續看到這些片段是以不同程度去發生的 哦 是啊 是啊 他未必是一個這樣的場面 但是可以是用另外一種形式 或軟或硬 就是沒有人想像到的了 沒有人預測到的了 我相信這個機會就可能性 不要說可能性了 基本上是會這樣了 但是千萬不要做這張帽子 要大家戴啊 是啊 很噁心的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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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還沒有什麼補充了 是吧 喂 可以有什麼補充呢 我只是說一句 當時楊振玲 李政道 還有很多這些華裔科學家 是啊 他們是不是見不到這些東西呢 他們是不是不知道這些東西呢 楊振玲自己有說過的 他當時是受騙的 受騙? 不是吧 他自己這麼說 就是他自己這麼說 那就是 這個母語網他自己原話是這樣說的 但是我只會覺得 看過去就只能評論到這裡 你說如果未來再有這些事情 這樣發生是怎麼樣的呢 我也是會覺得的了 我自己作為做科學的人 我很天真地相信 你那些很主觀的意志是違背不了宇宙定律的 就是你消滅到這些物理學家的肉身 那是不是代表著你消滅到物理定律 你可以駕馭到物理定律呢 那就沒什麼可能的了 還有我覺得這種定律有時候很有趣的 有很多無論是歷史的定律 或者是一些叫多體運動的一些社會的規律 很多時候都有一定他們的定數在這裡 你也都不可以隨便去違反 就是你如果純粹就是用一個主觀意志去違反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是那種反撲是遲早會出現的 加利略當時受這個教廷的審判說了一句話 那你定了我罪了 不過地球都在轉的嘛 是啊 地球都在轉的 好像是這樣說的 好像他真的這樣說 其實你下一集應該講講加利略 就是我們找一些獨特的材料來去輔助一下 這個我們要找一下資料先的 是啊 加利略當時是受審的嘛 當時 其實如果更加精準就找一下布雷諾 布雷諾 布雷諾 布雷諾只是燒了 燒了他 好 今天發言逃縮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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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的了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的 那麼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紀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 那些人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求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紀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扮著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東西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只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是阿紀圖